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见你 佛来见你 首先是佛光铸造 佛光加持 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 完全没有功夫 圣凡圣同居图 什么都没放下了 可是临走的时候要一切放下 临走的时候 临终还放不下 你去西方基督世界没份了 再多人帮助你 你不肯去 你又留念 你还是搞留他轮回 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 这事情不能不知道 所以临终要放下了 临终这个事情真难 平常要练 怎么练法呢 每一天晚上睡觉 要做一个观想 想着什么 我现在睡到床上就完整了 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什么都带不走 身体都带不走 天天晚上做这样想 养成一个习惯 到临终的时候 一定产生效果 没有一样能带走的 财产带不走 权势地位带不走 明文立阳 明文立阳带不走 清晴带不走 你心里要明白 你留念这些全叫妄想 如果你能够想 想的是真的 你还能带走 那还情有可原 想那么用 那又会不会要想呢 时时刻刻想着 佛来接引我 我走了 世间所有一切 不稳不稳 与我不相干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应有尽有 不用操一点心 这个世界上 什么好东西 你都带不去 极乐世界最差的东西 也比这边好 不要都好多少倍 所以极乐世界 确实很诱惑人 经要多念 别胡思乱想 不念经 它就胡思乱想 这个对我们产生障碍很大 不能不念 不能不听 听的变速 越多越好 坚定自己的信心 坚定自己的愿心 也帮助你真的 看破放下了 忘念读 止不住 听经能止住 读经能止住 可是听经读经还不行 忘念还是好读 那不要紧 只要你有耐心 你认真去听 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去读 两年三年 忘念自然减少了 忘念减少了 证明你功夫得力了 你慢慢的就能够 去入境界了 不要害怕 好像 我没有读经 好像忘念少 怎么我一读佛经 忘念更多 我相信有不少人 有这种现象 这不是你不读经的时候 没有忘念 你不读经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忘念 现在一读经了 发现忘念了 不是读经读来的 不是听讲听来的 不是的 你本来就那么读 没发现 要叫你静下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 所以这个不要害怕 这是正常现象 现在重要的 如何要把这些方面减少 你的用方法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人家教我念福 我止不住忘念 忘念很多 叫我打坐 忘念更多 我只有用一个方法 我发现出来讲经 初学的时候 讲一个小时 要预备四十个小时 才能讲一个小时 预备的时候 要很认真 慢慢就有进步了 慢慢就有进步了 半年之后 我的进步很快 我讲一个小时 大概准备两个小时 大概准备两个小时时间就够了 你看 从四十个小时 变成两个小时 半年的时间 一年之后 我讲准备两个小时 我讲近一个小时 大概有一个小时准备就够了 以后进步很快 我一天八个小时 我一天八个小时准备的经文 可以讲一个信息 越来越自在 可这种情形之下 不能放松 我每天还是要用很多的时间 多准 多什么呢 多这一步进 不同的诸集 足四大队 我学了一句 同时看四种不同的诸集 主要参考资料 岸头还有十几种 我学这一步进 我找到二十多种诸集 古读 在二十多种里 学四种 四种的都选一种 为主秀的 其他三种 重要参考资料 再其余的 有时间我就看看 没有时间就不看到 这样的准备 再去听老师讲 不一样 听讲经 要有准备 这一段经文 老师 讲的 他优点在什么地方 跟古人讲的 哪些不一样 古人的诸集 实在不相同 我们就知道 他对这些解释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对当代 当然也考虑到以后 所以你多看 诸解 能够了解 每一个朝代 学佛的思想 了解 每一个朝代 学佛人的程度 能看得出来 后面人都参考 前面的诸集 你也就渐渐 有能力 有福现代人 中国古人家的话说 推尘入心 出心了 从旧的基础上 你有心的发明 像我们在今天 或许提供我们很多 最新的这些资料 让我们来解释 佛经里面的大问题 华严经上讲的 华藏世界 世界陈旧品 那都是现在 物理学家 宏观宇宙 在讨论的问题 帮助我们理解 量子力学家 帮助我们解释 宇宙缘起 生命的缘起 万法的由来 佛经里面讲的 微尘世界 科学还没发现 精彩绝伦 这经文后面 是黄念老的诸解 上民 祝福 唯因 一大肆 因缘 开释 无如 佛知之间 而出现于世 诸佛如来 如是 菩萨声闻 出现在世间 也如是 佛知开释 即使 佛知之间 故 唯有 祝福 乃能 如舍 之之 这话是真的 这就是 开释记上讲的 愿 解 如来 真是 谁能 解 如来 真是 一能 唯有 祝福 你一模 游入这个境界 你怎么知道 真是 菩萨 的 法神 菩萨 声闻 云觉 祖师 大德 这其中 众生 有福了 祝福 如来 印花 而来 他身份 没铺路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是 凡夫 他真的是 如来 再来 印光大师 西方极乐世界 大师之菩萨 再来 真的 不是 假的 我们 细心 去观察 印足 夜深的 行义 像不像 大师之菩萨 的 化身 你越看 越像 你说 廉持偶遗 不使 佛与 化身 菩萨 再来 这些 经论里头的 奥义 说不出来 祝福 菩萨 无时不在 无处 不在 众生 有感 他就有印 现在众生 也有感 众生 只要有念头 他就有感 现在众生 的念头 错了 违背 自信 现在众生 都是自私自利 明文理 气情无欲 搞这些 正念 没有了 那他也有感 感到是什么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跟他做朋友 妖魔鬼怪 加持他 那么佛法 正法 还有希望吗 希望 肯定有 古大德常常 告诉我们 邪不胜真 为什么呢 邪知邪见 感到来的是 灾难 现在这个地球上 灾难 越来越 平凡 科学家 也给我们 提出 严重的警告 现在地球 实际 出现变化 最近 这三四十年来 偏差了五度 所以地球上的气候 产生严重变化 那 科学家 给我们的警告 从今年起 春秋的时间 特别短 冬夏的时间 特别长 冬天特别冷 夏天特别热 这种变化 对于 人类来讲 有严重的威胁 为什么呢 变化之后 这个物产 产生变化了 我们最主要的 粮食 种不出来了 粮食大幅度的减产 人怎么办 所以 科学家提出 粮食危机 但没东西吃 寒带地方 变暖和了 寒带的动植物 不能生存 热带的地方 本来是银热 它现在变冷了 热带的动植物 也不能生存 所以 很多动植物 会聚种 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再有些病毒 病毒是层 恶念变出来的 不善的心理 造成的病毒 这些病毒 防不胜防 我们今天讲的 传染病 会夺取很多人的生命 科学家知道 没法是解决 美国 布莱登先生 说得很好 他说得不错 希望 希望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 要觉悟 要凡心 真正能够 气窝向善 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 有救 这个话 我们承认 跟佛经上讲的道理 完全相同 如果不肯回头 麻烦就到了 还是搞自私自利 还是搞贪嗔痴慢 齐心动念 还是损人力气 那这个灾难是 没有法子避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